在投手的調度空間上其實也是 因為他們可以不用 對戰組 勝敗的關鍵球領覺得在哪裡 那相對的 球隊的 不管是在防守 投手部分能夠前面有效的壓制的話 相信他們跟古寶是 其實一直以來相當出色 而且他是一個不會 今天秀宮高中在前面五局出現的四次失誤 要不然現在比數應該 現的局數 三次的失誤 然後打擊後領了 三次的三陣 而且你的練習的量 是別人的好幾倍 而且你的練習的量 是別人的好幾倍 在禮拜中 去汲取教訓 然後獲取經驗去成長 不管在棒球場上 去獲取這些 在你的工作領域上 下巴抬得高高的 在投球的時候 下巴抬得高高的 在出手那一刻肩膀就容易開掉 是 而且非常有道理 而且就是 那 這也可以告訴我們說 他如果 有很謹慎的去 去看到最後一刻的話 他應該不會發生這些失誤 古林瑞陽的投球 在現場有許多球探 他也不負眾望 單局投了2K 有一個完全載智的表現 在既然間 找不負面 那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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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